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你们这关系处的可不一般呢 你看你说啥呢 大哥哥 你别说先会儿啊 我是你二哥 你这老大哥 大哥 你是不是这两天你跳顺嘴了你啊 我这脑子也不好使 说到现在你们俩呀 随老大随老二我一直会分不清楚 你可不是分不清 你要分不清 你得不跑我呢 心里 我呀 还真没看出来 二哥这人呢 还挺幽默 你必说笑话了啊 那啥呢 那你干啥呢 我这下午着急想老伴 他欠我那钱 又不给我 我这不是来要钱了吗 他人哪去呢 你还问我 你还不知道他是哪去吗 我说哪知道去 我说懵懵懵一点 我现在那个不到大哥愿吃啥玩意儿 给家的做点菜啥 我得送过来的 哎哟 那我说闻的这么香呢 来我看看啥 啥 啥 哎哟 你不知道愿意吃不愿意吃啊 你带过来的 哎哟 鸡爪子 鸭爪子 鹅爪子 猪爪子 哎哟 这都是我亲家爱吃的 他爱吃吗 嘿 吃饭能挠钱的 他都爱吃 我亲家现在就缺钱了 我跟你说啊 那啥呢 哎哟 我说 行 你把我亲家饮食习惯摸得这么透吗 你给别说 你看这样的 你爱吃你也吃 咱俩等他一会儿 反正也等 我给你找个网块去 行吗 行 这个我得吃啊 我必须把我那一万五这三天的利息给吃回来 来 大哥 我给你买一下啊 我还带瓶子酒呢 哎哟 我看出来了 他家的地形你摸那批我都熟过 咱就说这酒杯 这是我亲家结婚前我给他买的 二十多年他都没给我拿出来 你说你跟哪儿逃出来 真是 啥玩意我跟哪儿逃出来呀 你可别瞎说啊 你就我哪儿放着呢 我到那儿我拿回来了 来吧 我敬你杯酒吧 来 你这完全是以亲家母的身份来招待我 你真是 你说啥话呢 这是什么还亲家母啊 你整的我都不好意思的 你看你还亲家母 你俩就是我兄弟 以后啊咱应该改口了 你和我亲家这都过上了 我应该管你叫嫂子 你管我叫二弟吧 二哥 我跟你说正经的啊 闹笑话 你可别瞎闹笑话啊 我跟我大哥呀 俺俩还没有呢啊 还没有呢 没有登记也有先过上的 这点我都明白 你真说像我这样的 你真说的 真是那么回事似的 你看你 那可不就是那么回事 我问你 孩子现在上学了哈 啊 上学了 钱都够了哈 都够了 你们过得都挺好是吧 挺好 嫂子 你们过得都挺好 你们得想想别人呀 你说你们那堆柴火 撩汪汪的跟那着的 你说我这堆柴火都晾三天了 干透透的 现在就给个火星子蹭一下就着啊 是不是呀 现在就是消防队来哥吃水相吃都不一定磁灭 我下午确实着急像老伴 你就告诉我实话 我亲姐上哪去了 我跟你说二哥 我真不知道我大哥上哪去了 你看你 嫂子 你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哈 咱们话就得往回落 那我这钱我就得管你要了 你从我要啥钱呢 你也从我要不着啊 这 负债子还 负债欺还 你这哪呀 是不是有这说的 我清晰天生气管炎 从来不管钱 你说我不管你要 我管谁要 我说二哥 我说你这人咋个事啊 你咋就认准了我跟我大哥过上了呢 他没有钱 他有钱不给你了嘛 你咋不相信他呢 你这咋还鸡眼了呢 这一般在家里要说了不算的能有这么大脾气吗 我告诉你说啊 他没有钱 有钱肯定给你 是他有钱的话他不能出去三天不回来给你借钱 扫 扫 扫 你不用就扫了 你别借不上 扫 你那么点 他没回来你先把钱你借给我 往后我用完之后我再给你拿回来行吗 你呀 你从我借 借不上 再说我也没有钱 你怎么能没有钱 你给你捐那三万块钱都花了 还是你们置办家具了 没置办家具 那是准备置办家具 是吧 我准备置办啥家具啊 你今天咋的就盯上我了呢 我可不跟你说拉倒的 不是 嫂子 你不能不管我呀 因为我下午着急想老伴 你你说了 那老太太长得可水灵灵着 你说 你就不管我 我跟你说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你二弟太寂寞了 行吗 我求你了 嫂子 你是我亲嫂 你就嫂子 你就骂我又不行 我求你了 三天如见风云突变呐 今天我们终于拍到了白大爷 向田阿姨求婚的画面 你怎么又来了呢 拿来不玩老录 录啥录啊 我跟你说 你别小看我录这玩意 等到你们结婚那天 这都是婚礼危险啊啥的 你知道吗 什么啊 你这一录好像我俩咋地了 不是 你没大地 你刚才这是干啥呢 我这是求我嫂子让她帮帮我 我下午想老伴 你说我这个悲惨的这样 你说你路上去都影响我形象嘛 你说 大兄弟 你是这么回事 他呢 从他青年要钱 他青年没给家 他跪地吧 你就从我要这个钱 你说这哪个哪 这是 哎呀 你们有点太着急了 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同两天这个白大爷和钱大爷捐款的事啊 这个网友纷纷好评 所以说呢 网友把这个钱都凑出来了 就是孩子上学的钱也有了 钱大爷多捐 那钱也找回来了 白大爷 你找后老伴的钱也不用再着急了 真呀 这 这挺好的 哎呀 哎呀 那也太好了 你说我这事 这 这 这算 那 这 我不着急 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 这段时间我能控制住 那个大兄弟 感谢你啊 也感谢那个社会人 有好多那个好心人呐 哎呀,那啥,那个钱够的事大哥知道不得 我这不就是来告诉钱大爷的吗 哎,钱大爷呢 没了 没没了 丢了 丢了,现在就三天找不着人啊 那个,好几天没看到人了 这不哪去的,我这心里着急啊 那么大人就丢了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 你先先发吧 这么点啊 咱们现在来一段 这个视频寻启示 你录一段,然后咱们就直播出去 没准能找到钱大爷 哎呀,这个办法挺好 看着就都能告诉是吧 直播的,直播的 这个挺好,挺好 那什么,那个,录吧,我不着急 女士优先 来,我先来吧 这还不着急呢 那女士优先应该田阿姨先来 啊,你去 我不着急,那什么,你先来 田阿姨,来,凭备 开始 大哥呀,你跟哪呢 你快回来吧 啊,那个钱哪,有着落了 真没想到啊 你说你的爱心哪 哎呀,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这些天哪,我的事儿啊 一直放心不下 我这一闭眼睛啊 我这满脑子里头 确实大哥你呀 我说些话 你存在 你存在 他深深的脑海里 他的梦里 他的心里 他的歌声里 我不着急 你先来 大哥啊 就没想到啊 你对我们这个树不相识的 你孤儿刮目 你照顾 和爱心 我跟我儿子这辈子大哥 也忘不了你啊 等老妹子以后过好了 我肯定报答你 大哥呀 你跟哪呢 你快回来吧 你快回来 你快回来吧 是生活因你而精彩 那是 我不着急 你来 我说你这 你不着急 你不着急 啥结乎眼的 你能不能来 来点干的你 刚才有点稀 我来点干的 这亲家呀 你跟哪呢 你快点回来吧 这两天我们找 你都找疯了 全乡都找遍了 尤其是你常去 那几个寡妇家 我都去找去了 人家说没看着你 亲家呀 你千万快点回来 别出啥事 只要你回来 我保证不哭 行不 看着麦 看着麦 手机响了 来了 来信息了 现在就有网友 知道了这个消息 把这个消息发上去了 网友说 现在已经找到了 四处筹钱的钱大爷 钱大爷知道了 这个好消息 正在往回赶 估计明天就能到 哎呀 这下落我都放心了 放啥心呢 你你倒是放心了 他不说明天回来吗 明天回来 你说我找老伴 这事不又泡汤了吗 这怎么回回受伤 都是我呢 白大爷 白大爷 其实我一直 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这一会钱大爷回来了 你到底是管他要钱 还是要你这面子 这事我 我得怎么说呢 我还是想要老伴 我怎么没重新 平安姨 大妹子 找我大哥去